第九十二集 大约是因为此事不好声张 皇后将人聚到了内殿 戴更衣梳妆完毕 绍商与翟翱匆匆赶到时 只见原告被告证人法官陪审都已到齐 皇后坐于上方正中 皱眉宁神 临不宜端坐其右侧下方 神情冷漠 目不斜视 坐在她对面的是五公主 她身旁靠后些是两名十六七岁的女孩 身形略风雨的那个低头不语 瓜子脸的轻轻抽气抹泪 五公主故作不在意 实则有一瞟没一瞟的在偷瞧灵不宜 谁知灵不宜恍若不察 只在绍商进店时抬头看去 两人目光交汇 然后与前些日子一样 绍商率先将头别过去 有几次还会高傲地哼一声 灵不宜依依依如既往 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 绍商自己也承认 这种行为很小孩子气 然而她高兴 高兴最大 她自认为与灵不宜是在憋气冷战 可这番眼神来往 看在五公主眼里 却别有一番意味 她忍不住重重地冷哼一声 倒引得绍商侧侧看了她一眼 原先绍商还以为是五公主受益那群小壁池将她推下池塘 可如今看来应当是小壁池们自由发挥的结果 不然真把她淹死了 灵不宜发疯还来不及 五公主这出大戏白给谁看啊 给皇后行礼后 绍商立刻须须掩面 挨到那名瓜子脸的女孩身旁 满脸真诚道 这位阿子好生叫人怜惜 想昨夜惨遭侮辱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啊 无论语气表情 甚至袖子的运用 绍商都认为无懈可击 这话一出 不过皇后身子一歪 凌不宜神情一将 五公主眼睛瞪得比嘴大 除了翟儿之外的在场 所有人都表情古怪 瓜子脸女孩羞脑难言 她也不抽气了 急忙变白道 不不 不是我 我没有背 是她 她只向那风雨女孩 这么说你没受侮辱 那你哭什么 绍商不悦了 白瞎了她适才 那么好的发挥 演技讲究的是 那一瞬间的爆发好吗 瓜子脸女孩脸胀通红 一压几声说不出个所以然 不过她到底是五公主的心腹 素以机智受宠 随即哀声道 我们姊妹一场 昨夜她受了侮辱 我也为她心痛 痛什么痛啊 你在痛能痛过受真受了侮辱的呀 绍商哪会跟她客气 宣宾夺主 你知不知道 人家是正主 你还哭得比人家还惨 不知道的人一看 还以为昨夜那歹人消一干时一气 侮辱了俩呢 你你你 你这是什么话 简直辱墨斯文 那女孩直接把脸气成了酱油瓜子 身子抖若筛糠 五公主瞪着眼 开口训斥道 成娘子 你这儿大呼小叫是何意思 长秋宫什么时候有你做主了 你 长秋宫也不是有你做主的 把嘴闭上 皇后呼打断 昨夜你睡在我宫里 外庭出了什么事 你就知道了 你若再开口 这是你就不要插手了 五公主深知 母亲性情温柔和善 不过一旦认真起来 也是说出做到的 她只好愤愤的闭上嘴 同时又以眼神示意那两个女孩衣迹行事 不过不等五公主的助手们反应 少商已经再一次酝酿好感情 用同样姿势挨到那风雨女孩身旁 这位阿子好生叫人怜惜 想昨夜惨遭侮辱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啊 五公主和两助手 皇后和灵不宜无语望屋顶 昨夜真是灵大人侮辱了你吗 少商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 真诚的不行 风雨女孩顶着五公主的目光 咬牙道 正是 我便是出身低微 也是清清白白的好女儿 灵大人在位高权重 也不能这样羞辱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少商心里兴高采烈 然而还得端着满脸的同情 王子犯法与树民同罪吗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 灵大人侮辱你跟树民 侮辱你是一样的 不能因为侮辱阿子你的人不一样 就姑息了他 啊 我不是说树民也侮辱了你 我只是打个比方 风雨女孩气也不是 脑也不是 五公主和瓜子连女孩都傻了 凌不宜还算镇定 皇后慢慢拖住脑门 他心想 其实自己一点也不奇怪 真的 准确的说 他还有些暗暗期待 这位阿子啊 昨夜除了侮辱 他可还打你了 像您这样冰清玉洁的阿子 遇上打人 一定是拼死抵抗 快快 快叫我看看 哎呀呀 一定都是伤 你别害羞啊 就看看袖子里的胳膊 少商热情如火扑了上去 听闻此言 瓜子连女孩心头一惊 风雨少女同样惊慌 言声道 不不 我没有伤 因为因为 他目光瞟过五公主 因为 因为我晕了 晕倒了 少商缓缓放下 拉扯对方的袖子 立刻换了一副挑剔怀疑的可恨嘴脸 阿子啊 您都晕倒了 如何知道侮辱您的人是灵大人啊 现在的小壁池是越来越不行了 陷害人之前功课也不做足 至少身上弄些挣扎的伤痕啊 哎 多不几集法制节目就好了 风雨女孩一时呆滞 随即又道 可是弄晕我的人是灵大人啊 那可难说得很 有些嗜好奇特的人啊 就爱打晕女孩后 扬长而去 万一有人见阿子晕倒 然后简陷了呢 这怎么可能 风雨女孩凌乱了 成娘子好厉害的口舌 三言两语就给林大人洗脱了罪责 瓜子脸女孩沉声道 寻常小女娘遇上这种事 既慌乱又惊怕 哪里能说得清这许多前因后果 少商微微一笑 根本不跟她讲道理 您别生气啊 其实我觉得您更为美貌 我若是灵大人 一定先侮辱您 这歹人真没眼光 瓜子脸女孩 险些气歪了鼻子 灵不宜呼道 你就是来看热闹的吧 少商一脸惊讶 这怎么会 我是来替灵大人您 嗯 缓和一二 你打算如何缓和 少商从袖中掏出一个又圆又红的拳头大小的果子 扭头对风雨女儿温柔一笑 阿子您别害怕 先吃个子奈 这可是昨日皇后娘娘刚赐给我的 我都舍不得吃呢 你尝尝 别客气嘛 子奈的确是稀罕物 风雨女孩哆哆嗦嗦地接了过去 稀里糊涂地咬了一口 事已至此 阿子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风雨少女眼眶一红 悲欺道 我能有什么打算 还不是听天由命 话虽这么说 可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不住去瞟灵不宜 嗯 听天由命 陛下是天子 若是陛下许你许多财博后 让你另行嫁人呢 这怎么可以 风雨女孩十分激动 为何不可以 寡妇改嫁新妇决婚都不是稀奇事 你不过是受了七五 并行嫁人又有何难 少商说得轻描淡写 风雨女孩眼珠一转 立刻扶地哭道 妾虽卑贱 父兄也有官至名声 如何能辱莫加生 妾已将身赋予灵大人 万万不能舔着脸令嫁呀 少商一拍地板 阿子好生真结 好吧 既然是灵大人做下的错事 怎么也不能让阿子你一人受罪 自然得赢你过门啊 此言一出 五公主和瓜子脸女孩奇奇惊讶 两人都没料到 事情会这样顺利 瓜子脸女孩更是咬唇暗悔 你你你 你愿意容下我 风雨女孩也始料未及 少商道 为何是我容你 应是灵大人容你呀 我生来旱度 容不下什么妻妾的 你不愿令嫁那就让我令嫁吧 我退婚令嫁 如何 灵不宜起先安静听着 听到汉度之词甚至微露笑语 谁知听到后面她脸色铁黑 至此 风雨女孩终于可以用上之前商讨好的说辞 只听她痛哭一声 求成娘子容我 若因妾之故 叫成娘子与灵大人分离 妾万死难赎其罪 说着连连磕头 少商微笑得无所谓 叫你令嫁你不肯 我去令嫁你又不肯 我没有抢你所难 你倒来抢我所难 说到底 又不是我侮辱的你 为何要叫我受罪 算了 我可不管了 瓜子连女孩怒道 既然成娘子不管这事 那说了问了 这许多事做什么 难道你们一开始不是冲我来的吗 少商淡淡道 瓜子连女孩一噎 这件事虽在灵大人身上 可你们却是冲我来的 我不论管不管 最后都会扯到我身上来 索性我自己先说了 我最好嫉妒 不容机械 你们爱在外面传我什么坏话就传去吧 反正 每回最后 吃亏的总是我 他看向灵不宜 目光挑衅而坦率 灵不宜定定的看了他一会儿 转头问一旁的公毙 时候差不多了 让他们将五皇子领上来 少商一愣 心想找五皇子做什么 他疑惑的抬头去看众人 只见皇后五公主 甚至那瓜子连女孩 也是满脸的迷茫不解 只那风雨女孩目光闪烁 似有惊惧之意 很快 两名身强力壮的患者 搀扶着哀忧连天的五皇子上殿来 然后很巧妙地甩在灵不宜面前 五皇子四是从沿袭上被抓来的 脸上酒气未散 趴在地上哀忧地叫喊起来 母后救命 十一郎又要欺凌我了 这几日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母后救命 皇后道 子圣 你将五皇子请来坐肾 少商暗审一声 皇后您这偏心 也太明晃晃了 五皇子这会儿还摊在地上起不来呢 有这么请的吗 灵不宜也不啰嗦 起身托起五皇子 用力将他衣襟向外一扯 露出一侧白花花的肩背 众人抬目看去 只见五皇子的肩背上 有几道指甲抓出来的血痕 以及一个极其明显的牙齿咬痕 大家齐齐发出吸气的声音 这是男女气热时 女子抓咬出来的痕迹 而且伤痕犹新 显然刚弄出来不久的 只有哨伤反应慢了一拍 呆呆道 哎 五皇子被人咬了 皇后含笑看了他一眼 再看自己女儿 目光顺时冷淡下去了 又去看脸色尴尬的五皇子 他心里基本有数了 灵不宜大不上前 捡起视材 那风雨女孩惊吓时 掉在地上的子奈 上面正好有一圈牙印 然后拿到五皇子的咬痕边 比对 哎 五皇子被这位阿子咬了 少商笑道 他觉得自己看懂了这比对的意思 不过几秒后才反应过来 这意味着什么 尽管他的体位知识不够丰富 但能咬在衣服下面的这个地方 显然不会是碰巧 五公主和瓜子脸女孩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们自是知道 风雨女孩早有相好 不然也不会挑中她 不过没想到竟是五皇子 五皇子捂着尖背 向皇后连连陪笑 母后 呵呵 母后您别生气 儿臣早与她相识 呵呵呵 昨夜才不是有意在宫里乱来的 灵不宜放开五皇子的衣襟 又满脸厌恶地丢开那个子奈 这位娘子 昨夜的确快活了一番 不过不是与灵某人 而是与五殿下 风雨女孩羞愧难当 已经趴到地上哀求恕罪了 五皇子惊道 啊 自然是与我 为何又扯上你 啊 你你你 她忽然明白了 指着风雨女孩怒骂道 你这剑壁 是不是贪图十一郎的荣华富贵 故意攀扯她的 我还打算吩咐后 那你进门呢 风雨女孩咬唇暗恨 心道 若非你不得宠 迟迟无法吩咐 我也不至于向五公主自告奋勇 接下这差事 瓜子脸女孩一看情形不妙 悄悄在五公主腿上戳了一下 五公主会议 大声道 都是女儿的不是 女儿也是被蒙骗了 万情母后见谅 都是女儿耳根软 听信了这剑壁的胡言乱语 回头女儿自会慢慢审问这剑壁 这就不用了 皇后满心失望 看也不靠五公主一眼 来人啊 将这脚炎 诬陷的剑壁一道 送去月娘娘那园子里看管起来 随后再发落吧 五公主心头一冷 月妃那里 她可不能像在宫里 其他地方一样自由行动了 皇后转过身去 语气冷淡 你就是这样来给我喝瘦的 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风雨女孩知道自己这回地要受罚了 大呼小叫的 抱着五皇子的腿 求她看在往日情分上救她一回 五皇子哪里会理她 一脚 踢开她后 愤然离去 还是五公主离去前 安慰地看了她一眼 风雨女孩这才稍微定心 少商静静地站起身 看这一场闹剧潦草收场 再看背向而坐的皇后 那落寞的身影 心中呼起了一阵凄凉之意 怀着满腹心事 她缓缓走出殿门 正要往自己居室拐去时 冷不防从后面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 一把将她拉进一间空置的宫室 还不等少商尖叫出声 就被反手拉转 看清了来人的样子 她不挣扎了 也不用尖叫了 灵不宜看着她 今日见五无端受了一番羞辱 你痛快了 少商想了想 幸灾乐祸道 是挺痛快的 灵不宜看了她一会儿 你看见五皇子肩背上的那个咬痕了吗 看见了呀 这男人越来越变化无常了 这话怎么转的 那就好 灵不遗憾手 随即迅速抓住她的双臂 将女孩被向往自己怀中压去 单臂 孤住女孩娇小的身子 另一手做事去扯她衣领 我若也在同样位置咬你一口呢 少商整个人都僵住了 青年那断铁般坚硬的臂膀 犹如铜墙铁臂 她丝毫睁不开 侧头往后看时 只见她形状优美的淡红色嘴唇已经张开了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她秒耸了 别别别 我错了 我不该看你笑话的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吗 人之初 狗不叫 干嘛要咬人啊 君子动口不动 口也别动啊 冷静 千万冷静 不要冲动 咱们好好说话吧 本集完 有话是 不许可言 不许可言 不许可言